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家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攘外必先安內 如果我們認為說 對面是我們的敵人對不對 那你應該先把內部的敵人清理清楚嘛 那內部的敵人是什麼 對你們民進黨來講 國民黨還在外面的 你先把民進黨裡面的人處理掉嘛 今天不是就有人在質疑了 會不會這件事情 也是民進黨內部的人 自己去踢爆的 是啊 所以我認為這裡面 其實太多太多可以處理的事情 我們過去一直在講 就是說第一好 你自己內部派系裡面 你自己把這些所謂奇奇怪怪的東西丟出來 那絕對不是陰系的嘛 很奇怪 這是第一點嘛 第二點就是 如果你要打抗中寶臺 你民進黨現在在中國大陸 有做生意的全部推出去 對啊 我還是強調一些 我在節目上裡面講過五次 六次 七次 八次都有 請問陽性集團 在上海現在是不是還是有分行 請問柯建民的兒子現在是不是還在香港做經濟 那這些人如果都沒事 你民進黨也不把他當一回事 那你憑什麼告訴台灣人民說抗中寶臺這件事情很重要 抗中寶臺是所謂的價值 然後我們要跟民主站在一起 對 人跟民主站在一起 然後心跟身體全部都在那邊賺錢 這樣子可以嗎 所以 所以我覺得慢慢的抗中寶臺這件事情 在嘴巴裡面說一套做一套這件事情 慢慢的年輕的朋友慢慢看懂 而且操作已經操作到我們經濟學講的有點像說 編輯效益遞減 可是如果有事件 大家不要忘記台灣的社會 台灣的社會真的很事件導向 我們講就很事件導向 只要突然有一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那個情緒可能又回來了 所以我們要一起盯著這個政府 他不要因為什麼 你現在看得很清楚 他連現在選前二十幾天 他都開始在操作這件事情 你認為他後面沒有招嗎 而且他只剩這一招了嘛 現在看起來他所有的方向 所有的部分 就只剩差不多這個情緒了 那我們要嚴防他後面 為了選舉的所謂的利益 然後做什麼 拿整個政府跟拿整個國防 甚至拿國家安全來開玩笑 是 當然這個董哥也可以表達你的看法 可是說真的 他們是不是一直都是 綠能你就是不能呢 什麼事情都是民進黨政府 織首遮天他們說了算呢 光是講疫苗這件事情 大家質疑高端有多久了 但是到最後就可以讓他保住EUA 然後又可以說我有14個專家 而且還是一致通過 一致給予了肯定 今天大家就在問 請問那為什麼14名專家 他們沒名沒姓嗎 就是不公開 憑什麼 台灣真的沒有法律了嗎 國民黨立委洪孟凱也在問 如果是秉持著專業 請問那你怕什麼呢 我也真覺得奇怪啊 14個專家能夠做出一個為 中華賓國這麼重大的決定 那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一件光榮的事啊 講出來嘛 我們也很想知道 到底是哪14位專家 可是就是不知道啊 然後今天你知道 還有網友就在問 高端疫苗EUA投票14人當中啊 他們就在傳說就是有這個 丁金聰醫師 還說他跟衛福部關係匪淺 指揮官王畢生馬上跳出來了 澄清了 他說這丁醫師不是那14人之一 PTT胡亂影射 我並不認識這個醫師 這個丁醫師 這是錯誤的影射 要請法制單位跟警方報案 這個就可以很快跳出來澄清了 可是那事實的真相是什麼呢 你同時就告訴我們14人是誰嘛 有這麼困難嗎 對不對 董哥 陳時中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本來認為對他最有利是 因為他當防疫指揮官 民調曾經高到94 所以蔡英文全力要他去選 希望他帶起的外譽的效應 讓民進黨前審都選得很好 所以一腳就把林佳龍踢到新北 那對陳時中那個背景最有利的是 因為黃珊珊會出來選 拉獎完藍的票 那時候的想法怎樣 所以太好選了嘛 那陳時中也很樂意 那蔡英文還佈了一個局 這個局就是 他讓自己主義的下屆總統提名人 陳建仁 你就當一個順理成章的 陳時中競選總部主任委員 陳時中一選上 你的功勞第一筆就是你 那14個人難道不能夠公佈嗎 你既然王必勝今天都可以否認 丁金聖醫師 丁金聰醫師 是其中一人 那麼十四人到底又都是些誰 你難道沒名沒姓嗎 不能公佈嗎 這不是很奇怪嗎 董哥 當然不能公佈 因為你只要公佈 我們在座兩個議員 議員有很多助理 只要鍵盤拿起來Google去搜尋 保證這十四個人裡面 很多人在包衛福部的一些標案 案子 絕對是的 那我們很多所謂的教授 他們的主業 就是專門在包這些標案 他們的副業是在當教授 我們就有這種現象 那你可以看到 陳時中我剛剛講 他本來因為他會參選 當然就是因為他 被認為當防疫指揮官很成功 民調很高 那可是選後 因為我們知道疫情今年第三年 很多事情 現在全世界疫情比較減緩開放 所以很多東西 大家不用再那麼緊張 可以好好來看 你到底做得好不好 那他的高端 剛好有些期限是到了 你給他預約一年也過了 一年三個月了 所以這些東西就要來被檢視 效力或什麼 那這些被高度檢視以後 當然對陳時中就開始有殺傷力 第一個殺傷力就是 你為什麼要阻擋BMT 那他一直講沒有 我指揮官我最希望進來 可是你講不過正言法師 正言法師的公信力也很高過你 他說我們就是被阻擋的 對不對 所以陳時中這傷害很大 第二個就是日本人 日本人跟台灣不是最好嗎 跟蔡政府不是最好嗎 日本人說打高端的不能進入日本 打國藥跟科興的可以 這個殺傷力太大了吧 因為台灣的不行 大陸的可以 那這個對那些森利台獨 是很大的耳光 然後第三個就是審計部 審計部類出來的 這是監察院審計部 陳吉在管的 陳吉會故意修理你嗎 不會嘛 可是他的白紙黑字 這個耳光打得最重 那我們可以看到 陳時中就開始就受傷很大 所以他們就要拆彈了 那拆彈當然 王必勝 謝瑞妍這些人就 夜訪陳時中 他一定這樣 對啦 他前面就是忙了這一堆 然後弄到後來他就給他EUA 還是給他保住 然後呢 大家就問說怎麼就這麼巧 他說對 剛好就是有這個資料 薛瑞妍就是說 剛好有這個資料 所以這些都在拆彈啊 那拆彈 因為因為周一寇 周大姐講一句話嘛 你們高端都在後面數草票 官員在前面幫你擋子彈 對不對 高端真的在數草票 他等於說他拿到政府 三十二億八千萬 那太爽了嘛 而且拿了這些疫苗打了 又沒用 日本去不了 所以對他來講 所以周一寇就發飆啊 那高端當然就 就馬上做出一些動作 來幫陳時中解緩 第一個 你們要去日本的 既然打高端沒有用 PCR的錢我們出 這高端對不對 有這一招 第二個呢 一定衛福部要求 大家都在講一劑多少錢 我們衛福部一直講 不能公布... 那你來公布 所以高端就自己公布了 我們一劑平均八百四十塊 這是他公布的 對不對 那我們衛福部也會回報你 我們知道你的 效力報告寫不出來 我幫你寫 衛福部幫他寫 所以這是交換的嘛 對啊 交換為什麼 為了陳時中的險情嘛 對 那這個就很明顯了 而且都在最近發生 所以衛福部現在也承認了 是我們寫的 沒錯 那我們看到這個真做到 是不是 是啊 讓我們想起陳明通 都好 對 對不對 幫自己的研究生 找槍手 這個槍手叫宜鎮黃 宜鎮黃當槍手 莫名其妙 說這個首長對我好好喔 我們的教授刁籃我 我去找首長 首長說不忙 你可以寫林志堅的報告 林志堅這次當選不得了 我叫林志堅把資料給你 是 等你寫好了以後 拿給林志堅抄 你看字堅我都幫你安排好了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操作模式 所以看到的其實是很丟臉 海荒鮑魚乾貝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享有折扣喔